你从今来开始就在忙 每次下完雨之后 地上的苔藓都特别地滑 外婆上了年纪 我怕她滑倒 这些你都自己做啊 凡事啊 我还是喜欢自己来 无论你安排多少人在身边 都会有不尽心的时候 还是自己来心里比较踏实 确实 之前我妈和几个舅舅 给外婆找了个陪护 后来因为发现 陪护不爱和外婆说话 给外婆晒天的时间也不够 几个人商量之后 还是决定轮流亲自照顾外婆 看上去不打紧的小事 其实只有家里人才能照顾到 能想到 你口渴吗 我给你倒杯水 不用了 石仪 来 来 来 怎么了 外婆 那 手伸出来 好 好 这个 就是我留给大孙媳妇的 谢谢外婆 这么着吧 你 你就出去跟她聊天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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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歇一会儿 还没一会儿 我呀 就生了一个女儿 这一辈子啊 我对不起周生家呀 我对不起周生家呀 这大少爷呀 他不该娶他呀 他要知道二少爷的事啊 他就不该娶他了 我爱你 我坚持了 紧张 那很不 feeling 我亲爱我 你 你 好 我 是 外婆睡着了 和我爷爷奶奶一样 雷达不动地午睡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吗 周长二十八厘米 有十八颗翡翠珠 粉色雕花碧玺 还有珊瑚珠和珍珠 是名模清书的东西 看来我要买个保险箱 把它们藏起来了 这是念珠 多少天才能够购买了 把袋都用来诵经念珠的手串 戴着吧 这个我知道 这是最小的一个 还有二十七颗的 五十四颗的 一百零八颗的 都是念珠的手串 这是我妈妈留下来的东西 你妈妈留下来的 是我的生母 现在你看到的 不是我的生母 是文心和文川的生母 你和她们是同父异母 那外婆是你生母的妈妈 是文心和文川生母的妈妈 糊涂了 主要是看你和外婆挺亲近的 没想到没有雪人关系 我生母和外婆是远方亲戚 从小被寄养在这儿 不过外婆对我生母 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 所以是你妈妈先嫁给了你爸爸 过世之后文心的妈妈 再嫁给你爸爸 我父亲为了跟我妈妈结婚 离开了周家 过后我妈妈去世 父亲为了让我名正言顺的姓周生 就服从了家里的安排 娶了文姓的妈妈 把我带回了周家 我回到周家之前 就一直住在这儿 我回到周家之前 就一直住在这儿 这么说在这个家里 已经没有她最亲的人了 给你带回来 我妹妹 你带回来 。。。 啊 天 2 你